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吕金奇神父 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五 今天的福音是《马多福音》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八节 在今天的福音当中讲到 耶稣在按时日在麦田经过 门徒们饿了就随手在那麦穗来吃 有人看见就说这个是按时日 这些事情不能做 究竟按时日可以做什么事情 按时日在梅瑟的时代 在他们的埃及当中 他们是奴隶 没有按时日 最后离开埃及了 在跨越当中 他们重新再定按时日 六天工作 第七天休息 来一方面朝拜天主 另一方面他们不工作 表示说他们是自由人 哪天应该来敬拜天主 到了耶稣复活之后 耶稣在一周到第一天 就是按时日的第二天 耶稣复活了 我们今天星期天 就是按时日的第二天 这个是为我们朝拜天主的日子 我们在星期天当中 应该是表现出一种自由的人 一个自由人去朝拜天主的 回到今天的福音当中 他们认为按时日不许做 但是这个法律反而捆绑他们 使他们一个成为不自由的人 成为在每一色法律上的一个奴隶 因此耶稣告诉他们说 你们这样子 好像是守了法律 但是失去守法律的意义 在那边去 究竟按时日是什么 按时日是使人自由的日子 最后耶稣说了 我喜欢 慈悲 胜过极限 一句话 很多时候我们守一些 法律上的东西 教会里面规定规矩 它是我们失去里面的意义 究竟 法律重要 我们守二十六重要 星期天去参加弥撒重要 或者说星期天 除了参加弥撒之外 我们也没有尊全心全意的 敬拜天主之外 究竟我们星期天 也没有做一些 真的攻击天主的话 究竟我们在星期天 有没有呈现出一个 自由人的样子 或者说仍然被我们的工作 仍然被三边的事情 所捆绑住 使得我们活不去 真正的人 这样子我们没有办法 当活不去真正的人 我们又怎么样子 以真正的自我 去敲拜天主呢 让我们在星期天当中 成为一个自由人 去敲拜天主 在星期天 我们攻击天主 因为 天主是星期天的主 同样 耶稣也是暗示人的主 今天找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见吧 吧 你